大家好,我是練習孝,那今天我們繼續來看Storica跟Demo的聯動故事第三個 RUN GO RUN 我們可以用Alice了 Hard 疊盾 治癒,賦予再生 三回合戰獄與預傷 然後被動機是 我發回合結束時所有死亡夥伴的復活魂心減少兩個 雖然感覺沒有辦法在競速積分用到,不過感覺還不錯的功能角色 認識的另一個女孩,是白面具女孩還是Naya呢 嗯,是可愛,但哪個小孩不可愛 我不懂 陛下究竟是看上你哪點 陛下找你 陛下想問你,知不知道安全砍樹的方法 砍樹 喔對,第一話有那個 突然出現一棵大樹 聽好了,陛下看見的不是你 你讓他想到了自己子女小的時候 沒有將你關起來 限制行動,只派我盯著你的一舉移動 也只是這個緣故,你別想多 我的事 我的事 何時需要你多嘴了,雷爾夫 陛下,您來了 如何?問出砍樹的方法了嗎? 沒錯,被那棵樹吸引來的魔物太多了 而且樹旁的明陽三色水晶還在持續增生 再不處理,會對王都和軍營造成威脅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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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禀陛下 此人是小女孩的同伴 目前似乎被困在那棵樹上 生死不明 好可愛喔 哎呦幹嘛 所以呢 你要我為了救你的同伴 不顧多數百姓與士兵的安全嗎? B...陛下 他年紀還小 你這麼大聲,恐怕會嚇到他呢 閉嘴,我再跟他說話 不想犧牲任何人 居然跟安傑莉亞講一樣的話 不准說這種天真話 犧牲少數,選擇多數是理所當然的 你們為什麼都不懂 你們 安傑莉亞跟他 那...陛下 不管是誰,必要時都能捨棄 弱者才會動搖 沒有足夠的氣魄 你們只會讓這個殘忍的世界越變越糟 我以為是,以為是安傑莉亞是不是 累夫還愣著幹嘛,把人扶起來 還真是超級帶走 完全不理他,繼續說 好嗆喔 隨便你 雷爾夫 帶他到魔物樹下 那裏具體的大批魔物很危險 再說我現在不宜離開陛下身邊 我說帶他去就帶他去 遵命 既然走了 就不要想回來我身邊 這是對安傑莉亞說的話嗎 這是好好的吵什麼架呢 酥脂吵架 到了 真的反應好平淡啊 又把他幹掉啦 大大 為了西奧多陛下 死吧 何方高人 這個音樂好好聽喔 這個琴聲超好聽的 DEMO 哇好帥喔 摔翻了 音符 我不會是一魂、二魂跟四魂吧 哈哈哈哈 看一下 這是什麼 移出金魂星 然後勒 你們去幹嘛 啊 白色一魂 不是 黑色一魂 白色一魂 白色二魂 黑色二魂 先清一下 清一下金魂星 你幹嘛 白色二魂 黑色四魂 嘿 超緊忙的 白色一魂 白色二魂 黑色二魂 黑色一魂 啊 玩節奏遊戲我是不會輸的啊 黑色一魂 金魂星清一下 白色二魂 黑色二魂 黑色一魂 白色一魂 白色二魂 黑色四魂 Full Combo 各位Full Combo 金色的旋律 等一下 所以Demo是黑位 艾莉莎是白位 金色的旋律應該就是面具女孩吧 Bubbbs Bubbbbs Bubbbs 把她傳送離開了 旁邊兩個三角型出來了 好 這一話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來看第四話 哇,Story卡是一款真正的節奏遊戲 哇,I hate to tell you,第四話 这两个,他们也来参与卡 诺瓦跟猫眼 然后猫眼被摆到白位去了 迪某太初心了吧,随便丢一个地方 哦,来了 看一下他们的2000血 所以想先凑一个弱化 先凑一个猫眼试魂 让持续性伤害 这一节的猫眼还没有标记 打完收工 还没有打完收工 她是指白年纪女孩吧 可诺维斯怪异奥斯塔 斯诺瓦解太温柔了 开头就要见公主 他说诺瓦跟猫眼都遇过奥斯塔 然后诺瓦是体内有魔物的事情被医生救了 猫眼是罗杰差点被解剖 所以两边的印象差很大 看起来不像是在玩的样子 开打 没有什么特殊能力 好,没关系,我们先一魂触发 然后有四魂可以用 穿透攻击821 好帅啊 想抽 好凶哦 超级不配合 你们是我们的梦 我们则是另一个人的梦 What? 好深哦 好 好 哦 哦 嗯 嗯 啊 你 嗯 嗯 嗯 她的臉是怎樣? 我沒有看DEMO,我不知道這個...啊! 為什麼要黑屏? 為什麼不讓我們看她的臉? 好啦,我不知道DEMO,所以也不用跟我們劇透! 謝謝! 結巴 是我很信任的兩個朋友護送她過來的 聽說她想找的同伴和安吉利亞在一起 傲嬌嗎? 應該要打架吧,成戰鬥隊型 好帥喔 好可愛 白色是她的技能,金色跟黑色都強化 然後... 疊盾 強化疊盾 然後她行動就先不要... 先不要... 強化 疊盾 我們要看一下她的絲魂是什麼 她幾層呢? 6層 沒關係吧,先一層強化 應該不會... 唉唷,痛 絲魂! 沒有同伴 我沒有朋友 這應該疊到12層她就死了吧 OK 好,結束 她的聲音也好好聽喔 喔,答應了 好,旁邊兩個三角形出來了 結束 這話就到這裡 下一話我們明天再看 謝謝大家的收看,我們再見 掰掰